这个莲纸怎么会如此顽固 今天Momo教你莲纸汤的素成法 需要的食材有 干白木耳 莲纸 红枣 枸杞 冰糖 先将干莲纸泡人水两小时 红枣 枸杞 泡水五分钟 再将白木耳吃成小块备用 想要快一点就先洗个热水澡吧 莲纸要快速煮软 就是要汆烫后再煮 这样就可以让莲纸表面的角质软化 帮助莲纸快速煮后 接着在内锅中 依序放入烫过的莲纸 白木耳 红枣枸杞 挤冰糖 加入开水 外锅加入两杯水 将内锅放入炖煮 到电锅跳起来后 焖二十分钟 松软好吃的银耳莲纸汤就完成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